钢铁族群动起来了 比电子股的格局强太多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胡振宏 胡老师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的台股盘式还是蛮弱的 不过大牛中钢 却是带着钢铁族群一起动起来 到底钢铁股还有肉吗老师 其实钢铁股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认为说 它可能都是涨不太动 因为它的这个涨势的延续性 好像没有那么强 对那让人家就感觉到说 好像钢铁股不太 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动能 不是非常的好 那其实以整个钢铁股的格局来看的话 真的比电子股强太多了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当然 最先要看的就是什么中钢 因为毕竟中钢是钢铁股的龙头 那你可以看 其实钢铁股的它的龙头 以中钢来讲 中钢算大小的 对啊 它不是小吃的 那大盘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拼拼的往下做修正 那你看这个连那个什么 连发克台积电都跌得稀里哗啦的 可是中钢 它到目前为止 3月1号的多方的缺口 都还没回补 就代表它真的是 应该算是全脂股里面算最强的 对 好 那它目前的这个短支点 是在38.35 那换句话说 这个38.35 假设没有跌破的话 短线上都算是非常的强势 那而且呢 它这个最近 这个整理的时候 是量缩的 所以量缩就代表 这个筹码是非常的稳定 那目前来看 整个中钢的这个法人筹码 大部分都在外资跟投信的手上 所以这个只要这个外资跟投信 没有大量出脱的话 我觉得中钢在这边整理完毕之后 应该有机会再往上挑战一次 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去多加留意 那再来另外一档 就是它的这个子公司 中鸿 因为也蛮多投资朋友 特别会去注意到这一档 因为之前也蛮多人去买的 那买了之后 好不容易解套了 前一阵子有冲上来 那它这个地方呢 这个缺口已经回补了 跟刚才的中钢就不太一样了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整个K线的格局 是比中钢稍微再弱了那么一点 那它的短支点呢 44.7 这个地方就不可以再跌破了 那如果再跌破的话 可能就对它的股价 未来的发展就不是非常的好 那再来呢 就是加大 加大 对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加大 因为加大在近期之内 可以看到 每次钢铁股正在冲的时候 它都很容易跑第一 可是呢 实际上我们看它的这个K线的一个形态 并不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因为它常常出现一个上影线 对 那它的短支点在21.5 那当然它3月3号的多方缺口 并没有回补 那其实加大能够容易 在每一次的钢铁股会 很出现一个急拉的原因 最主要它的筹码比较集中 市场比较少会去注意到 加大这档个股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就要看它的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办法放大 否则的话 以它这个目前整个K线的形态来看的话 虽然它并不是说很弱 但是呢 也没有很强 大概就在中等 所以它短支点21.5 这个地方 它会比中红更长吧 它会 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是比中红好一点 因为毕竟它的多方缺口并没有回补 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红 它的多方缺口已经回补了 回补就代表 它的这个多方的功能会比较弱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档 就是比较强的 就是新钢 新钢 对 那新钢的话 它3月1号有个多方缺口 刚才我们看到跟中红一样 对不对 中红也有 那另外呢 它3月21号又出现一个多方的缺口 那这两个缺口到现在都没回补 这真的是很强 因为它有出现两个缺口 一般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都只有一个缺口 那甚至于都有些是已经回补了 那新钢有两个多方缺口 那这最后一个多方缺口都没回补 你要去想 现在大凡是在修正的阶段 它连最后一个多方缺口 都没有回补的情况之下 那代表它的筹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集中 那尤其它这个短支点3 2.6 假设没有跌破的话 我相信它再去挑战高点的机会 应该是蛮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出现最后一个多方缺口 3月21号 它是带量跳过去之后 它后面的拉回都是量缩的 那换句话说 这些筹码都没有跑 对 它也没有人去介入 因为这个新钢 大家市场上的认同度比较低 就跟刚才那个加大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样子反而造成它的筹码度比较集中 那未来呢 我相信只要它在放量的话 随时有机会再去挑战前波高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分享到这边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彩晶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r跟Telegram 彩晶即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